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日官媒刊文称,一些自媒体公众号为吸引点击,蒋真像当投资一样致来秩序,瞧动整个社会的情绪。 分析认为,这是暗批崔永元,6月22日,崔永元在发微博罕见的把矛头,转向了中共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,称这些部门,衙门作风十足套话连天。 崔还称,自己遭死亡威胁,向公安部门举报,可得到的回复永远是正在讨论,等待批准。 随后,该微博已被删除,崔永元又把这些话的截图贴在微博。 截止22日下午5点,该微博还没有被删除,总部在北京的海外党内城,崔永元似乎已遭官方舍弃。 原因就是微博喊话中共国家税务总局,无人理,他,的范冰冰,封少刚,由正云到阳子夫妇,以及范美等于乐阶民人。 在6月15日升级,开始直接对准华裔兄弟。 6月20日,大陆官媒《人民日报》刊发题为,点击辆绝不是唯一标准的评论文章称,随着互联网技术寓意发达。 各式各样的自媒体平台,在大陆网络上涌现,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章写手。 再透过广网平台大众传阅,文章批评,一些自媒体公众号,从营销软环到洗澡生意,从恶意炒作到传播谣言。 对于一些自媒体,点击辆成为信息价值的唯一考量,在一次次版转有辟谣的新闻热点里,在一个个荒诈要流传深广的段子里,一些自媒体公号,将真相当投资一样至来至去,瞧动整个社会的情绪。 不少分析认为,倒霉的上述批评自媒体的言论,是针对目前仍在持续发酵中的崔永元爆料事件灭火。 近一段时间以来,电影手机二开拍引来前央视,主持人崔永元连串爆料,不仅搅动整个中国娱乐圈震动, 还以来总理李克强关注和税务总局调查,以及官媒风潮,世界还撼动了资本市场。